先用函数 第二个在想VBA怎么写 所以第一个 当然逻辑非常简单 这一题逻辑应该不困难 所以你就是 怎么样把它取得 特别注意有刮弧的是在 第 A3 所以我们练习先从A3开始 怎么样去找到刮弧 特别注意 其实主要我们会用到一个函数 就前面讲到的 文字函数里面有个MID MID MID这个函数就是这一题的重点 MID怎么样 第一个TES 文字给他 第二个STAR LUMBER 意思说从第几个字 1 2 3 我要从这个刮弧不算 这个是D 所以这边告诉他第四个字 你要几个字 1 2 3 4 5 5个字 是不是第三届冠军 OK 那你按确定之后 可是问题来了 你下面这个 如果你下一个填满的话 你会发现不对了 为什么 因为它会变动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位置 跟这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位置算出来 再给什么 给MID去切割不就好 那为了要找到这个位置 其实我们需要再学另外函数 4跟5怎么来的 这个MID有没有 STAR LUMBER 哪一个字 所以我可以用另外函数叫FIN FIN什么 FIN前刮弧 他会告诉你第三个字 那第三 FIN 1 2 3 第三个 然后可是我要从第四 所以你要加1 因为是刮弧的下一个字开始 然后找后刮弧 有没有 那把后刮弧的位置 减掉牵挂的位置 然后应该会多一个字吧 因为我们是从后一个字嘛 后一个字开始算 所以会多一个字 所以还在减1 才会算到这个位置 那所以呢 我们怎么做呢 第一个我们 大家也许 如果直接在这边打 太复杂了 我建议干脆 直接先从FIN开始 所以这边说FIN 插入函数 里面一样文字函数 找到FIN这个函数 OK 那FIN如果你不会的话 其实在那边有一个说明 底下有个 在某什么文字串 某文字串 在另外文字串的起始位置 然后FIN有区分大小写 另外其实有一个函数叫色取 也是一模一样 但是什么 大小写怎么样 视为相同 有没有 所以两者之间最大差别是 你有没有区分大小写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 因为没有大小写 你都中文 OK 所以理论上用FIN 用色取都可以 所以我们用FIN好了 因为FIN 毕竟字比较少 OK 所以我的习惯是 越少越好 不要看得太复杂 OK 按确定 接下来的话 他会问你FIN TESTER 找什么 WITH IN 在哪里找 所以理论上应该是FIN TESTER 因为这个有时候会很容易混淆 到底是刮糊还是去哪边找 如果不确定没关系 有个方法 反正是就知道了 找什么 找钱刮糊 对不对 FIN 理解上应该是这样 WITH IN 在哪一个文字 在这个文字里面找找看 回来如果说是3 那表示对了 如果你颠倒的话 比如说这个 假设你刚好弄反了 没关系 你一看就知道一定是错了 所以有时候 我就用这样的方法try一下 没有东西 那表示什么 我应该弄反 那反了就改一下不就好了 OK 有时候 当然他那个叙述 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话 那我们可以试着就知道了 OK 因为我刚好 有没有FIN TESTER 还算可以理解 找什么字 WITH IN 在哪一些字里面找 OK 不过他这个地方 我前面讲过了 因为最麻烦就是都是英文的 而且是怪怪的英文 这个还加个底线 就是谁会看得懂 对 他也不把它翻成中文 对不对 翻一个什么 翻要找的字 在哪个 这样也蛮烦 算 算还是保留这样好了 看得懂违远者 OK 好 按确定 那问题来了 3 不对啊 你应该把它放在那个什么 密的里面 接下来的话 后刮壶位置 所以另外的话 这边可以改后刮壶 我试一下 打勾 看是否找到后刮壶 后刮壶 你没打到 后刮壶 打勾应该是多少 9 所以应该是9 减掉3 等于多少 等于6 应该5个字嘛 为什么 因为 我是从前刮壶 后一个字算起 所以会多一个字 那怎么 减掉一个字 OK 所以我们知道公式做的话 我可以把这个公式剪下来 放到密的里面去就好 所以我的习惯是先做里面的 然后再慢慢往外 如果你很长一串 就是先做里面 然后再往外 再往外 再贴回去 再贴回去 这样才有办法把公式弄得很长 否则如果你一下子从头到尾打 很容易做错 错也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我就把它剪到哪里 剪到刚刚那个密的 所以这边的话密的 OK 然后呢 一样 test 这个 star number的话贴上它 但是我要是找什么 找前刮壶 所以3 对不对 那我要从第三个字的后一个字 加1 然后怎么样 再把刚刚的公式贴过来 后刮壶的位置 所以再把刚刚后刮的位置再贴一次 贴一次 后刮壶的位置 这边是后刮壶 再减掉什么 前刮壶的位置 所以前刮壶就把这边改一下 把这边改成前刮壶 然后是不是变6 多一个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从后面一个字 所以再把他讲 减1 这样就OK了 好 这样理论上按确定要不OK了 还向下填满就知道了 这个时候的话理论上是找到了 但是 这个井 其实特别这个井开头就错误了 如果ECL里面他有个井开头就错误 什么错误呢 他跟你讲Value 意思说 你给我的资料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有Find 可是问题我Find不到 你给我一个没有前刮壶 也没有后刮壶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错误的讯息 所以上面当然你上上拉也会出现错误 主要是因为他Find不到的关系 所以怎么办 那这个看起来怪怪 丑丑的对 所以怎么办 让他变空白 如果你不会的方法 你就会想 Andre 当然不是 所以以后记得 如果你要把它删除 让它不显示的话 你可以利用什么 利用另外一个 所以要记得 一样再把公式剪下来 贴到另外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主要的目的是 过滤掉只要是井开头的错误讯息 也就是只要井开头都不要出现 所以以后如果你的报表里面 以色列里面有那个井开头 那个很丑 但是你用每个要一直慢慢散 浪费时间的话 你不如用这一招把它剪下来 不包含等号 插入之后请你找到逻辑 要判断 if L的话就是错误 如果发生错误 那个东西井开头就错误 如果有错误的话怎么处理 OK所以按确定之后 他会跟你要 两个东西 一个是 帮你检查 那个储存格的东西 就是刚刚那一串 OK所以你就把它贴上 不要等号 一定不能有等号 Value if L 这个意思是什么 如果里面发生错误的话 那你怎么处理 有错误 就把它输出什么 输出没有 就是不要有上面东西 没有的话怎么叙述 不是空白 是输入什么 双引号 两个 这样才对 你不能说空白 空白按确定 那不OK 不按确定 有没有 引述太少 所以记得 这个最后面的记得 一定要给什么 给没有东西 这个叫没有字 没有字 没有字就是空的 里面保持空的就OK 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就双引 这个蛮重要的 按确定 好 然后下下填满 OK了 所以最后结果就这样 所以一先find 二 再把find的东西 减到什么 减到min的里面 然后再用ifl 过滤 所以会有三个函数 那未来 当然如果你要做的更复杂 记得一定都是慢慢先从里面 然后剪下 贴上 再剪下 再贴 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贴一串很长一串 那绝对不可能重头一次打到尾了 一定是慢慢一层一层的 有点像剥洋葱一样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所以以后你如果看到 人家写那个公式很长一串 你就从中间先理解 慢慢再往外剥 而且他其实不只做一次 他可能做很多很多次之后的结果 那当然你要去抽丝剥茧 恐怕就是没那么容易 不过你可以慢慢从里面 慢慢慢慢去找到他的蛛丝马迹 那将来你也可以去 把他的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不过这个就更复杂了 因为这边的话等于有 至少我们用了三个函数 那可是如果他转成VBA的话 那更复杂了 所以待会我们会再来看 如果用VBA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每天都一直做 那当然最好是一个按钮按下去就好了 我需要给我两个按钮 一个按钮就是做出结果 一个按钮就帮我清空 OK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请各位先完成第一个步骤 再完成第二个步骤 OK 反正我们就是慢慢慢慢再增加一点 增加一点 我讲过的东西尽量就是要把它熟练 因为 因为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这个程式需求 所以请各位就是慢慢熟练 还有我做的动作 尽量可以的话 你就模仿我的动作 来做起来其实就会很流畅 还有就是你要熟练他 那其实工作起来说真的 真的没有什么太麻烦的 而且反而你会这些东西的话 做起事还真的是蛮愉快的 所以工作不再是一件恼人的事情 那你当然相对的你会 会有更多的动力去处理更复杂的事情 相对的当然我觉得你会获得更多的肯定 其实有时候你做事情不是为了说 你只是为了那个你那个薪水那个酬劳 而是说你想要真的想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出来 没有被逼了你就喜欢嘛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所以我喜欢最早人家问我为什么学程式 我每次讲人家都不相信 我说就是我喜欢啊 我觉得我喜欢写 我就写了 所以我一直写 没有特别原因就这样 当然之后因为写 有一点点能力之后 当然就进入到职场 但就也还算顺利啦 所以你说要怎么样去做 我觉得倒不如就是你要培养兴趣啦 你喜欢之后 我觉得慢慢发现其实也有趣的 你也不会排斥 那当然每天有空就写一点写一点 想一点想怎么去把事情做得更好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我刚刚讲的 总共会有三个 Find、Mid跟IfL 那其中的话Mid是最关键的 因为你要切割 好 OK OK 对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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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